今天我闺蜜说想学做蛋白糖 要让她孩子知道自己最喜欢的糖果是妈妈做的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不会让闺蜜说的人啊 为了她好妈妈的形象 我推掉了今天所有的工作 一定要把她教会 但我告诉她制作时间大概要5个小时后 她认真考虑了1秒后告诉我 她不仅要做一个好妈妈 还要做一个漂亮的妈妈 她打算用这5个小时去做建设护肤和美甲 想要坏油的抱住我跟我说 你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 家里一个人会做就好啦 反正能给孩子吃上糖果的就是好妈妈 你会帮我的对吗 我最后只能怪自己这只是太优秀了